李国璋做过局长 他离开院长之前做了校长 校长之后再做局长 他有这么大的转变 你又和他这么亲密 他有没有问过你的意见 可不可以去重政 他由外科教授转去做校长 那时我很记得有跟他谈过 那时觉得不好啊 大哥你看着我们的一世 那时我很记得他有跟我们商量过 院长去做校长 那次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憧憬 因为他在中大做校长的时候 也真的帮中大做了很多事情 那后来他要重政呢? 那我想也是一个很... 我也记得他跟我们说的时候 他觉得他已经帮得到中大做的事情 他已经做完了 他要希望从另外一个角色再做多些事情 大家有没有劝他不要走那条路? 我这个老板哪里听劝的? 那你自己个人意见觉得有没有看见? 因为他的专业是在医学界? 那回来说我们在医学院做教授的 一半是做医生 另外一半都是做教育的 那可能教育那方面的影响比做医生更重要 你在威尔斯身亡医院的时候 很多很多重要的事件发生过 其中一件就是96年的八仙灵三火 这个你也有参与到救援的工作 现在回想一下最难忘的一幕是哪一幕? 我最难忘的或者挑战性最大的就是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记得 那时候有六个弟弟哥笑得很伤 有一个就是忌不住了 就是过了身 我最大的挑战就是 当那位学生去世那时候 怎样将这个消息则出来 则出来之后 还要保持团队的士气 因为那时候的资源人手 都不足够照顾这么多 我一起烧到这么伤害的人 全靠一口气顶住 结果你怎样做得到这样? 我记得我就是在 在不同的酒店吃股 订一些食物 拿进去手术室 和在最前线的人一起吃饭 其实吃不是主要的 是听他们诉苦 因为其实是烧到重伤 其实是要差不多每天都要做一次手术 而且手术可能是要整六个小时的 有五个一六个一直在 数了几个月才缺点 另外一个更大的 当然大家 你就说不记得了 但没可能就不记得了 03年的沙士事件 是充足威尔斯 在这件事里面 给你自己最深刻的人像的是什么? 我自己 最大的得着 就是 沙士会令我明白到 很多我们平时以为是必然的 不是必然 最不必然的就是健康 之前怎么会想到 大家同台吃饭的同事 翌日他应该在深切治疗报 透不了气 是很大的震撼 但当时我们香港医会人员 真的没有一个人 因为这样说我要退下来 继续做这个工作 这个其实很难得 你自己 当时有没有曾经闪过一刻 我应该如何处理我的家人 要不要把我的女儿 送走来香港呢? 我的女儿 我有跟我太太商量过 她就 没出声 都不敢正面跟她说 我打电话跟她说 她没有出声 接着我再打电话给她 我说 可以了 这样做不到 如果是这样 如果我将 因为女儿送了回挪威 而将这个病 散播到另外一个国家 我负责不起 我不可以这样做 这个问题我很想问 不过我怕你会说你不记得 哈哈哈哈 当你发觉到有沙士 有扩散到社区的迹象的时候 你是不是第一时间 有跟政府在局那方面 或者卫生署那方面 希望他们发布一些讯息 或者做一些措施出来 而他们没有做到的 过了这么久的事情 不要再提了 那我才知道答案 但后来你是自己出来说的 不是 其实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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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摊动了 再看回头 其实就是 一个 盲人摸障的故事 大家的观点角度不同 看到的东西会不同 有另外一个问题 这是你个人一点的问题 是的 在这么多年 受分的名单里面 我相信 03年沙士事件之后 香港特区政府的受分名单 是特别长的 因为真的很多人出过力 当然 接受分涵 按照我一般政府的程序 我理解 他都会问 你愿不愿意接受才给你 其实当时 政府有没有意欲 去给你一个分涵 而是你不愿意接受 我都离开了香港 那时候已经去了新基内压 你离开了他都可以给你的 有没有人问过你呢 因为有人问过你 你不愿意接受 所以你不在受分的行业之内 我都去了新基内压 或者他找不到我呢 那里真的很难找 那些通讯真的很差 而既然你说到新基内压 我知道那里的资源 和香港很大分别 可能大家都需要吃点东西 才继续可以支持到这么多 现在送就准备好了 现在为你介绍的这一道主菜 就是香芋榨菜 不沽煲仔饭 这个是猪油 如果你掃就不要加了 这个是豉油 可以加些下去 但是我就觉得 不加就好 不加就好 不加就完美 因为榨菜有点咸味 煲仔饭最好吃的就是那参饭 其实呢 我又说回 你完了沙士事件 你不断要忘记了 之后 你就选择放弃了 中文大学医学院 原状的职位 去了新基内压 是不是有些意气难生 觉得不是很满意 当时政府处理这件事件 又加上其他 你以往向往 想做这一方面的工作 加上一切 有这个决定 其实想去第三世界国家做医生 其实在爱尔兰 读医学院的时候 已经有这样的想法 不过就 一直都没有做到 那 沙士的确是很大的冲击 也让我明白到 很多事情 是你不做 可能以后都没有机会做 到了新基内压的三年 就是做医生的挑战性最大 以及满足感最大 挑战性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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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么都没有 就是全靠一三手 但是外科医生 幸好没有什么研究 都不是很重要 你做过这么多手术 比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有些在仪器上 或者在病的个案上 那边就 打架特别多 以前 它是用箭用锚 但是新科技都有流入到 新基内压就是枪械 在新基内压那边 也有很多这些枪? 有的 有M16 KK47都有 还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你遇过是很难忘的? 我记得第一个去到 去到第一个星期 已经有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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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血帮他输 我觉得那些真的很痛心 有没有试过做手术 会停电? 有 试过了 如果普通的手术 停电不是很大问题 你用电筒照着继续做 幅康镜手术就爆料了 因为一旦停电 那边的屏幕就黑了 就不知道有什么事 在那边也试过 还要帮当地医生的太太做胆囊手术 那时候停电 那时候我很害怕 因为肚子都插满了 那些热气 如果黑了 那时候人一困到 就会做到里面的东西 那时候我记得 整个人被迫在病人的肚子里 等到没人能撞到那些 都很叉叉 等到血电回来的时候 才会继续做手术 那大家都不要动 喝着 全部都不要动 好像跌了隐形眼镜 结果等了多久才又回来 15分钟 挖得很老奈 很害怕 那病人有什么变化 都不知道了 我迫在那时候 一手摸着牧膀 我不知道 我看过这个很夸张的一个写法 就是说你曾经用过 你讲到福康 曾经因为要扩张内部 是没有这个仪器 你用手术的胶手套 吹脏它放进去 这个整天都是这样用的 在那边 其实在香港初初发展 那时候 没有那个胶囊 没真的做到出来 那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用的 我想如果跟现在新入行的 那些师弟说 就会觉得很差异 但是我们初初做 发展这些手术 那时候工事都是不好 那时候都是用其他的物料搭够而已 那手术用的手术刀 都可以买个电钻回来代替的吗 电钻是不可以消毒的 所以你一定要用消毒匙包住它 但是用起来都没什么分别的 你太太是挪威人 在解斧桌上吃 那你究竟是看着那条尸体 看着那条尸体 那当然是看着他 那有没有试过一些情况 是你要负责看着那女儿 而突然间你又接到call 那我太太就加下这个责任给你 你做了一个实际 我说过 我说我扔在街上就试过了 那你行医这么久 有没有试过很重大的失恋 令你觉得很大的后悔 在新基内瓦的治安是否太好呢 是很差的 我说我在那边 做家里都被拆进屋 我算不出这么多钱 你偷了什么东西 什么都偷了 然后拿完 我记得不见了个电脑 有人就说 告诉我 在不知哪里 你可以买回它 那个电话 也有人打电话来说 我在街上收拾到你的电话 你给多少钱 我就把电话给你 我记得有一天 到后来就发觉我在家里 他睡了觉 他拿了我的银包 只是拿了些钱 就把我的提款卡放进去 他免得撞到你的密码 不是 我拿了他的提款卡 他去银行拿不到钱 我明天进来 我都没有了 你拿了钱 你需不需要特意放一些东西 万一有人进来也会有东西 他没有那么高要求 哈哈哈哈哈哈 你带来的这道甜品 就是洋芝金奴 麻烦你 好 请 你太太在哪里认识的 你太太是挪威人 是啊 在解佛桌上认识的 同学 在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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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佛 大家一起做 在学习解佛的时候 那你究竟是看着那条尸体 看着他 那当然是看着他 那里是第一次 大家同学 后来对方的什么 吸引到你去展开你的追求 因为你根本不需要追求 他追求你 他有一个很善良的心 你主要用英语跟他沟通 是 是 我不懂挪威话的 现在是否懂 一两句 那你学会的第一句挪威话是什么 开饭 不是的 我以为你会说我爱你 那些 不会的 开饭是怎么说的 mart mart 就是开饭 就是food 那你太太 懂得第一句广东话 你有没有留意到是什么 我回到女儿 确实第一句说话 我记得很清楚 是什么 是等爸爸 因为老爸经常都不出意 等爸爸 就是第一句不是爸爸 是等爸爸 是 你刚刚说的女儿 第一句学的就是等爸爸 你是真的很少时间给他们 是很少的 真的很少 现在反而是多些 你一直在医院的时候 一直都要带着call机 要随传随道 有什么事 有没有试过一些情况是 你要负责看着女儿 忽然间你又接到call 太太就交下责任给你 你做了一个失职工 我试过 我试过 试过 那时候是多少岁 五六七岁 我记得 幸好那次是在中大 那些年宵晚会 那些东西 卖下来 回去搞定 才回来接你两个 结果你搞了多少岁 对 外科医生有一件事是很差的 就是说 Steven你等我15分钟 我马上来 起码一个小时 搞 我们对时间的观念 我们以为自己做得很快 但是你知道做手术 不会很快 怎么也要几个小时 那你是否一个称职的爸爸 有时不是说给时间的长短 有时是 你 回来说也是 你漫画关心的人都不在 只有说 两个女儿现在多大 二十多岁 选择自己的职业 有没有人继承你衣缝 一听见讲话 有没有人全靠了 就是 原因是因为怕太忙 可能做医生是 你真的很想做才值得做 如果不是很喜欢的 喜欢到不做医生 其他想都不想的 有别的选择的 或者应该选择别的选择 我知道你有很多兴趣的 你说你是第一届 第一届长者爵士乐班的学员 那是什么 为什么你可以参加了长者活动呢 这是事实 我一直都是五音不全 也完全没有音乐天分 不过 离开中大后 就想学出这种乐器 在新机内下的时候 也有带着小号去吹 回到香港 看到有一个广告 就是要组织一些以前没有学过音乐的长者 我打算去参加 你选择了什么乐器 他就去到见到一个老师 他问我以前有没有学过 我说叫做学过小号 那你不如学多一样 你学摄像风 所以做了一样是很不应该做的事情 因为小号是同管乐器 摄像风虽然是同的 但是它是有黄片的 所以它应该是属于木管乐器的一种 口型是两样完全不同的 另外跑步 跑步你都很迟才开始 多少岁开始跑步? 跑步45岁才开始 当时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个想法 我想跑一次马拉松 准备了大半年 跑了一次 但是我知道你跑过一次 是双打的马拉松 就是双倍的 84公里 是不是你参加过那次立飞的? 是啊 跑完香港马拉松之后 好像还可以 再向难一点的挑战 那在南非的Cum Race Marathon 就是长跑的Holy Grail 大家都蒙寐意想完成 那时候 有一位南非的同事 就是刚才说的Andre Van Hassel 他说 你应该去试一下 因为你会 跑那天 会是你一生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 他说的是真实 那你不能够忘记的是什么呢? 就是起步那时候 那个场面 和他播放《Chariot of Fire》那首歌 那些音乐 还有完成那时候 完成那时候 就是跑完了到达终碟 有人帮我拍了一幅相 那一幅相片我现在还在 我找遍了终碟 拍过这么多相片 那幅相片是笑得最开心的 有一个我都挺想问的 你行医了这么多年 有哪一次行医的经历 令你觉得最大的遗憾? 最无助的一次我记得 记得很清楚 是一个 一个场面就是 一个病人就在推进手术室 他的儿子就 尖起脚尖望着他爸爸 推进手术室 但是我知道他爸爸 进去手术室是出不了回来的 因为知道我的能力是 挽回不了这件事 因为他的大同盟头爆了 我知道他五六岁的小弟 他捏起脚望着他爸爸 我知道他会是 望着他爸爸最后向前 你面对这么多的死亡 就是做医生 行医 会不会去到一个境地 对于死亡已经有麻木 而没有另一个特别的感觉 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如果到了冷漠的时候 也不可能做到一个好医生 那你行医这么久 有没有试过很重大的失误 令你觉得很大的后悔 那做外科医生 各个外科医生 后面都有一班冤鬼跟着了 一定会有的了 你说如果做手术没有失误 要么就是不肯承认自己的错 要么根本没有做过 或者做得不够的经验 每当一个手术失败 或者拯救不了一个生命 要对他的家人 说出这个消息的时候 会不会是最困难的一刻 可能不是最难的一刻 最难的一刻是面对自己 要对自己负责的时候 那一刻可能会更难 好啊 很开心你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你的人生经历和看法 很严肃的 在最后讲的这个题目的时候 不过生和死永远都是很严肃的题目 吃点甜品 吃点甜品 或者可以说一个很开心的人物 我们大家都很怀念他 就是我们的开心国的菲姐 他那时候曾经说过 他说 中相知 拿胆专家 因为他的胆石是你给他拿的 我也很记得他那一次 因为他 我也不想到胆石是严重的 他发炎得很厉害 但是他那次入院 我也明白他为什么叫做大嬉大 大嬉大风度 真的很厉害 而且永远都很开心 他是对控制的场面 他是很厉害的 他是一个乖的病人 他是很好的病人 很合作 很熬得 很熬得 很怀念他 我们每个人都很怀念他 虽然菲姐离开我们很不舍 但是他留了很多欢笑声给我们 你今天和我们的对话 也留了很多欢笑和回忆 给我们很多问题 我们可以先去发展 我应该是时候收回纪念品给你 Halen 谢谢 这个盒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觉 这个很好用的消毒盒 把消毒的针都放在里面 带回去生肌耐压 最適合用 还是想着 这个很特别 这个可以让你试试看 你知道吗 你是内窥镜 这个是外窥镜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太阳眼镜 其实这个是一个镜头 这个是遥控 可以按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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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还可以听到音乐 谢谢 不要客气 希望你喜欢 希望你喜欢 先给你摆下盒子 有礼物吗 《受彩人城》 只半章 谢谢 刀下再留人 令我感觉到有点意外 对于一个行医多年的人来说 死亡仍然是带来一定的无奈感觉 不过其实从另一个角度 死亡都可能有它正面的意义 试想一下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永远生存下去的话 我们可能不懂得珍惜 现在在我们眼前的人、事和物